Shh Share Story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JYP電台 今天會和大家說說MIRROR的近況 MIRROR在早前公佈了7月會舉行MIRROR的演唱會 一共是10場的演唱會 而門票最貴是1280元 今天會說說MIRROR的演唱會售票的情況 以及大家炒黃牛 其實門票還未開售的時候 據悉黃牛已經開價6萬元 也有媽媽級的粉絲表示可以接受 除了公秀之外 這次演唱會也有購買票的方法可以有優惠 所以一眾的鏡粉也可以留意一下 購買票的優惠 例如有些卡 又或者信用卡等等 其實可以容易購買票 說回這個10場的演唱會 今年MIRROR正式登陸紅館 也在7月25日至7月31日 8月2日至4日 舉行一共10場的演唱會 其實最貴都是1280元 但是現在網上有人說炒到6萬元 也有些粉絲可以接受這個價錢 更加有看過一些帖子 他說炒到44萬元 也有些誇張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想今年也應該會炒得很厲害 我想可能也要有些五六萬元 也有可能 還有購買票的情況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之前做1000人的演唱會 其實事實上 那個牌等的票 都已經是 整幾倍 可能五六倍 因為之前我自己也有 上網去看看可不可以拍到票 但是那時候見到其實真的很多人去參加 而且又要看自己的網絡夠不夠快 所以其實都是有一定的困難性 所以在這裡也分享一則的 關於Port Fait的 最近討論區的熱話 其實可以說 有這個10場的演唱會 當然的問題是非常開心 但是因為MIRROR最近的人氣真的高漲 所以可以說是一票難求 很多不少的前夫都在網上大慎 都是要搶票失敗 亦都有傳說 這個黃牛票是炒到六萬元那麼高 有打工仔就更加素虎 就說老闆都要去破MIRROR的演唱會門票 要求全公司二十幾個同事員工 放下手頭上的工作一起去搶票 但雖然全公司都很努力搶票 但最後都是吃白果 可以看到MIRROR的人氣真的非常之高 亦都是很多人都會想要他們的演唱會門票 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是這樣的 市主就指他的老闆其實不是鏡品 但正在追求一名年輕十年的一個女薑糖 因此就用盡辦法希望可以破到碑 就哄他這個追求對象一個開心 希望薄紅眼一笑 其中一名打工仔 於是他就在網上這些討論區就說 因為日前某間銀行信用卡的客戶 其實可以得到優先的訂購MIRROR的一個演唱會門票 而他老闆在開售前一晚已經要求全公司二十多名的員工 提早回公司一起幫忙搶票 還說要買到票會重重有水 看來平時大生意都沒有那麼著緊 那樓主就說 員工中其實也有鏡粉 那收到命令不禁表示 坐你也傻啦 老闆你大浪什麼 我自己不用買 入到去我自己買都不會出聲 那老闆一早就貪污了全公司 結果也是吃白果 連鏡粉的同事也買不到 原先以為事件已經告一段了 沒想過呢 老闆竟然瘋到打給客和agent的主意 那樓主一指公司向來也有找一些廣告公司舉辦活動和宣傳 而老闆得知當中其實有接過鏡仔有關的工作之後 都希望可以拚到票 那他也大探今次真的有點為難 在這件事當中可以看到MIRROR的引氣是非常之高 而且他的門票是真的非常難求 可以說出動全公司的員工去搶票都未必搶到 那相信有些鏡粉都應該有些困難的 那除非說一群人一起去搶啊或者怎樣 其實都是比較難去完成這件事 那事件呢就還未完結 那樓主就指他的老闆就不多往何就不心死了 因為今次演唱會呢 是某間的保險公司贊助 他也四處去問人 懂不懂那個保險公司的經紀 那樣 那可以見到這個老闆其實呢 真是為了他的追求對象很努力地撲飛 那說完這個MIRROR的演唱會 大家都非常之期待他們的演唱會之外 那其實早前就是陶傑這個批評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之生氣了 那他就批評MIRROR屬虛火的 那他就說MIRROR就救不了了 即是沒有辦法幫助我這個香港的音樂 和影視去振興的 那我又說這一行是要真材實料 那就是要有深度和內涵 那這一點其實真的完全是 即是很明顯他其實是沒有看MIRROR的一些片 或者看他們真的很努力創造的一面 那其實可以見到MIRROR一直 他們都去拓展不同的方向 或者是去創造一些全新的歌曲 那這些歌曲其實是帶給香港的樂壇一種新鮮感的 我覺得很多時候以前的歌曲可能是比較暑情 比較很有講人生道理 那但是呢 現在講的不單止只是人生道理 就是可能你要聽的旋律 或者是背後的一些異議 那就跟以前 即是你說很久之前的一些樂壇的一些歌 其實是有不同有轉變 那我覺得他講的 即是沒有深度和沒有內涵 這件事情其實是完全不是一個事實 那其實MIRROR 其實他的歌曲可以說是 即是很多人知道 還有 還有周家你們都會看到有很多MIRROR的廣告 即是你說不懂MIRROR 其實是很少 那當然陶傑這樣一出 就引來很多人去辯駁 例如蕭若元 他力挺MIRROR 那我也力挺MIRROR 因為其實 說真的 除了你不是MIRROR之外 即是香港樂壇有哪些真的會 即是比較 叫做 暫路頭過去 可以看到 他真的有努力 或者是 很多人聽他的歌 那其實不是 而是MIRROR是 他們不斷去努力 跳唱 等等其實是 不是很多的歌手 或者跳唱的歌手 可以做到 即是一有跳 一有唱 又有自己參與製作 即是製作 執導等等 即是他們是見著MIRROR的成長 我覺得最神奇就是 一樣粉絲 即是 譬如說 MIRROR的鏡粉 他們是看著MIRROR他們 怎樣一步一步 是由一開始 選手節目出道 到他們慢慢慢慢 累得人氣 在不同的領域上 包括可能廣告 綜藝 音樂 等等 不同的一些範疇 然後看到他們的進步 說話更加成熟 我覺得這件事才是 有心 於是 陶傑在3號接受 訪問的時候 他表示 MIRROR是有 值得改善的地方 例如是 歌藝 舞藝 批評 但是他也有批評 MIRROR 跟國際標準 仍有距離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以一個很高的標準去 評價MIRROR 就是說 要去到 那些 就是韓國 說 訓練得很厲害 每天都訓練的一些 的 歌手 或者是 跳舞的人 那你一定不會給 但是MIRROR 其實 你會看著 他們是會不斷去成長 而且他們的創作音樂風格 是每一個都不一樣 是給到 不同的觀眾 一種 新鮮感 更加 其實大家都 看到 MIRROR 其實他最近的歌 其實是 非常之好聽 所以其實 你看到 新世代 追求的 就是不會是 以前單一 就是一個人站在台上 唱歌 就是 這件事 不會被滿足 就是 一個娛樂的 角度去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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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 有俊男 有跳 有唱 你說 他完全是完美的 就是 完全是不需要 就是 不需要改進的 那 那 這件事是沒什麼可能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沒有必要去做 這個比較 我覺得MIRROR 是有香港的特色 還有香港 大家都會覺得是 他們欣賞他們那種堅持 欣賞他們那種善良 那其實我覺得是 已經很好 還有一個偶像 他們是做到一個 榜樣 在這裡 就是譬如姜濤 這樣 他會 就是 叫那些粉絲 去做多些慈善 去 多些去包容 多些去體諒別人 就是 這件事我覺得是 更加重要 就是 不只是 我只在台上表演 那麼簡單 那 最後他也有 道歉 那就 說他錯了 這樣 很明顯 MIRROR 就是 新一代 他們最喜歡追求的那種 如果你說 回到以前那種 演藝的模式 是不可能 當然 跳唱上面 每一個人的 都不一樣 但我覺得 見證著他們的進步 或者他們創作的歌 真的越來越好聽 那 見證著他們的進步 這個是更加重要 就是如果一個歌手 你是看不到他的進步 他只是 停留在那裡唱 或者一直唱類似的歌 其實你是沒什麼意思 也不會帶給我彈一種 一種創造力 那 所以我覺得 其實陶傑說這件事 可能純粹是 就是 他怎麼說好呢 就是 就是 出來可能是 希望有多些人留意他 那當然很成功 但是他也是 我自己覺得 他說的話 就是不合理 就是如果他是一個虛火的話 那 其實根本就不會 在街上都見到MIRROR 那 亦都 你想想 MIRROR出道了四年 就是這麼久的時間 如果他是虛火 其實一兩年就已經玩完了 那現在很明顯就是 不會是 一個虛火 這條影片是分享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給個Like我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Channel 也可以按訂閱和按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片段 記得到我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們 我們下次見 Bye Bye